早知如此 宁愿汉淡之话 从未开过 欠我一份情 作为补偿 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王川 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 无疑取出你部分先义 待其散尽 你便会忘记此女 之后情罚自会解除 别送 燕太 你让仙级官准备一本假名册 写明 盐旦已然杜川 平安去往凡界 盐旦已经成功杜川了 今日 我在杜川者名册上 找到了盐旦的名字 王后 他应当与我再无关心 我已不该寄坏于心 再生亡念 我可以下级去找盐旦了 盐旦 叶旦川九百年不渡者 便会灵霄魄散 帝君 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 离九百年还剩多久 至少 三日 以赞 对不住啊 今日还是没能忘华前程 逗不了忘川水 又让你无法交差了 盐旦 你我相识多年 不必这么见外 我会祝你独川 你一定会冰冰安安的 至限期只剩两日了 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 恭喜帝君康复回宫 已经还是做出了这种杀事 盐旦何在 盐旦他不知现在何处 帝君 妙法阁的芷西仙子 用半颗汉旦之心 替您解了火毒 芷西仙子为了救您 撕到法器复旋碟 现下正在天心台授席 帝君 是否前去看看 我能安忍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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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有人安忍归来 芷西与你无话不谈 她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 没有 姐姐 姐姐一向敬佩您 在得知帝君为了三界 而受重伤之后 便瞒下了我们所有的人 舍身去救你 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芷西现在一定重伤未愈 你赶紧回去看她吧 不送了 请回吧 你这般轻装 芷西真的是芷西冒名顶替 将你也蒙在鼓里 你心形纯良 最是姑娘姐妹之情 芷西不愿揭发她的谎言 让她断送仙徒 既如此 我便让她亲口认错 还你一个公道 小黑鱼 严淡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为了我 消耗了不少灵力 我给你带了 滋补仙灵的宵夜 吃吧 严淡 你看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为我做宵夜 你怎么样 你伤好些了吗 还疼吗 没事 你看 已无大碍了 放心吧 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 碰到了世云 他说你被元帅责罚了 怎么回事 就是我在赶去天行台的时候 无意间撞到了 两个刚刚化出人形的龙祖 其中的敖轩 布满我比他更早化为人参了 便给我动手打了起来 还将此事告诉了火得元帅 此乃断情线 以红线将你二人牵在一起 陷断则为无情 不断则有情 是赏是罚 一事便知 九重天历身万年 思悬的前车之间 帝尊的教堂 我从未敢忘 自然 亦不拒断情线之策 应援心中磊落 为正清白 但求一策 结果定不会让帝尊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